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钻 第四百七十节 孔子说过 子不与怪力乱神 言之推说过 世上最滑稽的事情 握过于鬼神 李刚说过 君子不生不 生不鬼神亲 所以呢 云叶尽量让自己的思绪 投入到了礼祭之中 不去考虑身外的事情 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在抚摸自己的脖子 云叶将着脖子转过头看 已经做好了 看到一张烂糟糟的鬼脸的准备 结果很失望 是被蚊帐不知何时 搭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被风吹的左右摆动 没好气的把蚊帐甩到一边 继续看书 长孙说了 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必须把礼祭备会 就一定要备会 比起恶鬼啊 还是长孙可怕些 人只要不自己 瞎唬自己啊 就没有多少可怕的事情 云叶自愈是一个坚定的 无神论者 当然也就不认为 有鬼这回事 问题是 这脑子里全是一些可怕的镜头 娘的 真子没事干 都从窗户外面往里爬 这个时候才知道 以前呢 看了那么多的恐怖片 实在是一种脑残的行为 居然下雪了 长安才入冬 就连着下了凉长雪 尿憋得厉害 很想就在屋子里解决 可是想到这是自己的窝居 硬生生的打消了这个念头 出门左拐 找了个被封的地方 痛痛快快的解决完 心满意足的回了屋子 到了门口 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门口 有两排脚印 李二叹了口气 站在大殿门口 遥望着黑乎乎的曲江 回过头对长孙说 为何朕的眼皮子 翘得如此之厉害啊 总感觉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陛下这是心思重 您放心 云叶不会有事的 切身问过秦老国公 老国公说 想要破这个谜局 非云叶不可 成之节也是这个话 牛进达虽然一言不发 却也没有反对 云叶经历过很多事情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一个人穿越了茫茫岭海 要知道那足足有一千多里地啊 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和智慧 想要杀死多眼山 脱离蛟龙的巨口 那根本就不可能 看到他带回来的巨毒蜈蜈 孙先生私下里对我说 那种蜈蜈蜈 称为飞天蜈蜈 专门吸食畜生和人的脑胶 当年他在巴山遇到过 连夜奔逃了百里 想起来有有好怕 您想利用险教去送死 总要弄清楚 那些鬼怪都是些什么人 晚饭之前 城前问我 我故意说了鬼怪 然后又否认 不用想啊 城前一定会给云叶通风暴训了 有了准备的云叶 一定会弄清楚这些事情的 来龙去脉的 许江那里已经荒凉的太久了 切身知道 玄霸之死 一直是你心头的心结 你们兄弟二人感情最好 如果不是玄霸早死 你根本用不着这么苦 皇位也用不着沾染 这么多的鲜血 弄得如今 父子末路 兄弟反不成仇 切身就是想揭开这个谜团 将来我们死了之后 去见大哥 三弟 也能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 你我即使死了 也不会心安啊 李二捶下袖子 身形潇琐 背着手朝长孙摆摆手 这时候的李二身形 似乎都勾搂了下去 往日如同镖枪一般的身形 完全不见了 那个面对再险恶的 场面都能谈笑欢颜的皇帝 也不见了 把自己的身形引入黑暗 疲倦的声音传了出来 当年的洪府女 堪称豪杰 一身的武功 世间罕见 李静都不是她的三合之敌 接受你的恳求 去追查 玄霸的死因 失踪了三日 最后在荒种间找到 人活着 可是性情大变 一年之中 到了元日之时 总要疯癫三个月 云叶有通天之术 依然束手无策 只能勉强唤醒洪府 却也无法彻底织好的 朕非常担心 云叶会重蹈覆辙 这些年朕自从登基开始 百奇思就把一万的力气 用在了这上面 除了言之推得到的 滑须之国 四个字之外 我们就只有取江畔的 这栋废宅了 朕把一个好好的皇家园林 生生的拆毁 绝对三尺 也没有找到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 找不到事件的真相 真死不瞑目啊 一个土人猛的出现在云叶面前 张着大嘴 白白的牙齿 似乎要责人而逝 两只手直直的伸着 云叶好像听见自己的脑袋里边 有一根筋绷断了 如果不是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他保持清醒 恐怕这时候早就口吐白沫昏过去了 侯爷 夫人让在下给您送东西 哎 这地太硬了 挖了好久 这才挖通 少一生数了 听了这话 云叶的七魂六魄才各安其味 够知的黄鼠 你吓死老子了 云叶已经感觉到 自己又要尿裤子了 赶紧来到后面 重新的尿了一遍 这才放心 侯爷 您刚才不是已经尿过了吗 怎么又尿啊 云叶黑着脸看着黄鼠 这种没心眼的王八蛋 你就不揍一顿的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蹲下 为何呀 黄鼠摸不着头脑 还是狠听话的蹲下了 云叶扑上去 拳打脚踹之后 浑身暖洋洋的 有说不出来的舒坦 夫人都送来了些什么呀 云叶接过包袱摊开 在桌子上打开 很欣慰 这才是夫妻 一个知道自己丈夫 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东西的女人 遇到了就娶了吧 绝对不会错 云叶现在就充满了这种幸福感 多好的老婆呀 蘑菇粉 长刺的肩胶 软甲 手弩 可以塞在头发里的锯子 一双能够弹出利刃的暖心 哦 不错不错 春风伞也有 老孙制造的麻药也不绝 有了这些东西 云叶认为遇到鬼都没关系 你回去吧 你待久了不好 地道在哪儿 告诉我就好了 黄鼠侧着头 从耳朵里掉出了很多的泥土 直至墙角 想说话 被云叶粗暴的推丧过去 等他进了坑 云叶挪过来一口 接雨瓮盖在了洞口上 回到了屋子里 躲在蚊帐里 全身披挂之后 搓搓手 继续看自己的礼迹 天地之道 寒暑不食则急 风雨不节则急 叫着 明知寒暑也 焦不食则伤势 逝者 明知风雨也 逝不节则无功 然则 先王之为乐也 以法治也 善则行享得也 这套理论真是妙不可言 他事先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加以定位 有人是农夫 有人是庄家 有人是栽培者 有人是被栽培的和苗 得到了农夫的关照 那是福气 还得对农夫感恩戴德 感谢阳光雨露的普照沐浴 云也在这段话的后面 拿起笔墨 保占了农墨 在后面批注 此乃 贱人理论事业 自己辛辛苦苦的支撑书院 就是想让天下的贱人少一点 自立的人多一点 命运终归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较好 在大唐 自己就是一个异类 不管自己如何向唐人靠拢 终归处处显露出不同 等自己把书院的学生 全都交成自己的德行 怪人怪事多了起来 自己也就不显得怪异了 那到了最后呢 不这样怪异 说不定那才是怪异的呢 书不需多看 只要理解就能自然记住 比如刚才的那段文字 将来用它讽刺别人 显得多么的有学问呢 你是庄家 你们全家都是庄家 说不定挨骂的人还会乐呵呵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窗外的寒风凛冽 雪墨子从窗帘的缝隙里钻了进来 落在书岸上 回头看看火盆 云叶叹了口气 拿着火钳子 把炭火拨忘 把剩下的鱼汤倒进了红烧鱼里 搁在架子上 孤独 千顿豆腐万顿鱼 等到炖的肉酥骨烂之时 正是下嘴的好时候 把剩下的一点雕壶饭倒在鱼汤里 看着热气腾腾 鱼香四溢 云叶几乎有高歌一曲的欲望 寒夜孤灯鬼宅 多么和谐的环境啊 乌鸦已经不叫过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躲风雪 就算是鬼 也不会挑这样的日子出行吧 想到唱歌 云叶就想起那日木 那些简单的字句 会被那日木演绎出别样的风情 这个瓜女子越来越有味道了 就是不知道 她和闺女在草原上好不好 现在的草原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吧 瓜女子不会再抱着羊羔取暖了吧 说不定啊 她骨子里就是一个草原人 如果现在去看她 见到她抱着闺女和羊羔一起睡 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她 年纪越长 老婆越多 感情啊 却越发的细腻了 陈锋的往事不敢想 一想 鱼汤就熬干了 这吃着有点焦糊的雕糊饭 云叶知道 这是老天在罚他 吃过了夜宵 云叶在斗市里踱步 在确认了地面都是石薰的以后 把目光转向了墙壁 李二给自己选择一间这样的屋子 一定会有用意的 来天自己观察了整个废宅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这里的房子都是被人为的拆毁的 很多倒在地上的梁柱都很新 挂的漆也没有爆裂 敢拆除皇家园林的人 除了李二之外 云叶想不出还有谁有这个胆量啊 刀柄逐寸逐寸的敲击了墙壁 没发现有暗门一类的东西 云叶忽然想起 公叔墓失踪过一段时间 谁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儿子公叔甲还跑到书院要人 老家伙失踪了半个月之后自己回来了 但是不管谁问他去了哪里 老家伙也是一副惠莫如深的死德行 莫非老家伙也是被弄到这个鬼宅来的 明天找把梯子好好查看一下这个高高的屋顶 云叶做好了打算 就开始在屋子里缠绕丝线 一枚小小的铃铛就挂在枕头边上 吞下一颗白色的药丸 然后就把一点蘑菇粉放在火盆边上 只要火盆上的火焰熄灭 水壶里不再往外冒水蒸汽 蘑菇粉就会被烤干 如果有什么东西经过 就会被走动的风带着飞扬起来 云叶下的量并不多 虽然吞了解药他还是不敢冒险 别鬼没有抓到自己先封城一天 如果真的有鬼怪 养在弥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按照云叶现在的想法 再这么添置下去 弥林就没人能进去了 云叶自己也不行 毯子上有一股霉味 明天一定要在火盆上好好的烤一烤 这样睡觉存属遭罪 强迫自己睡着 这是云叶在南兆的老林子里 学会的一门本事 人不能被自己拖累垮 睡觉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未来还有两个月呢 谁知道你会遇见什么呀 云叶睡着了以后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一个大头鬼 在窗户前走来走去 一条红红的舌头从天而降 只差一尺就要碰到云叶的头 远处有女人唱歌 还有小孩子没有任何感情的哭嚎 很可惜云叶听不见了 他用毯子蒙着头睡的昏天暗地 大雪慢慢的停了 乌云也消失不见 大雪清洗过的天空就像黑色的幕布 点缀着无数的明珠 云叶床前有一缕冷月的清灰 一条黑色的带子 犹如活物一般在地上扭动 看起来比蛇更加的让人恐怖 独角戏唱的久了 谁都会感觉到无趣 那条带子终于跳舞跳累了 缠绕在床腿上不动它了 远远的地方有鸡鸣 带子似乎想要逃跑 可是被云叶的丝线挡住了去路 好像不会走弯路 一次次的要去触碰丝线 却又停了下来 当鸡鸣三变的时候 他就颓然倒地 好像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 恢复成了一条一带的模样 太阳照在窗户上的时候 有人敲门 云叶拉开了房门 只见段红站在门外 云叶一拳就冲着家伙 鼻子揍了过去 没想着能打到他 这种事情云叶干了无数回 从来就没有得手过 可是这一回 云叶的拳头重重的砸在了段红的鼻子上 云叶甚至都能听到鼻子鼓 断裂的声音 高手的鼻子也是软的 挨一记重拳也会塌下去 鼻血长流的段红 没去管自己的鼻子 吃惊的问云叶 你昨晚睡了一下 有没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啊 谁说没有啊 我昨晚煮了一锅的雕壶饭 炖了几条鱼 连晚饭在夜宵一起解决了 这堂堂侯爷需要自己做饭 洗锅烧水 难道还不奇怪呀 早上起来呀 看到仇人 轰爆他的鼻子 人生极乐 不过如此啊 这样的一天 谁不喜欢 段红这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的鼻子 抓了一把血塞进鼻孔 手在鼻子上一捏一提 扁鼻子又恢复了挺爬 看得云叶非常的羡慕 段红走进了屋子里 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国大的屋子里 确实没有任何异状 手塞进云叶的背窝 里面还有一丝余温 看样子 云叶确实在这间屋子里睡了一觉 段红 你今天再给我找点颜料来 我准备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画上几幅画 光是读礼记 我觉得会把我给读傻的 那东西简直就是人心的毒药 别我没被鬼给干掉 却被礼记给活活读死了 多找点杂书也行 如果你有春宫画册 拿上个百诗本的 给我姐妹也不错呀 段红的鼻子不流血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好办法 虽然需要不断的往起揪一下 看外表呢 是看不出任何的伤势 侯爷的吩咐 奴婢自然会照办 但是吃时还需要侯爷见谅 您只有干饼 这是您今日的份 段红从怀里掏出两个干饼 递给了云叶 云叶接过来 把两块饼互相敲击了一下 发出邦邦的声音 叹口气说 哎 你回去告诉娘娘 不会怎么烙饼就不要烙 我们之间用不着这样做 这跟刘备给诸葛亮支草鞋是一个道理啊 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是越来越重了 总会找到谜底的 云叶 你听着 那里面真的很危险 段红看着取江畔断裂的芦苇 朝冰层下面的小鱼轻轻的说了一句 昨日破开的小洞被寒风吹了一夜 又冻的硬邦邦的 云叶掏出刀子 继续破冰 破开一个口子之后 云叶发现冰层下面的小鱼 好像也被冻坏了 行动的非常迟缓 有两条沉在浅浅的水底一动不动 云叶笑了起来 用竹毛插上来四五条 然后又去找姑娘 段红跟在云叶身后一言不发 做早饭而已 对云叶来说非常的简单 雕壶饭让人欲罢不能 鱼的香味更是让人蝉咸欲滴 云叶的调料从来都是装在自己的一个小包里的 用了一点就香气四溢 关上门 云叶和段红对坐在暗集两边 见云叶用筷子挑出一条鱼 随便的扔在桌子上 段红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这样浪费美食可不对呀 云叶把那条鱼一点点的解剖 先是鱼皮 接着是鱼肉 不一会儿 骨头上最后的一丝鱼肉也被剃了个干净 看着云叶一脸的紧张 段红的心也不由的抽了起来 像个傻子一样的看着云叶 用小刀把鱼的大骨头切开 刀子似乎受到了阻力 云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垫着手帕拉断了鱼骨头 除了一只细如牛毛的钢针 里面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让我用这只钢针砸你一下 云叶转过头阴侧侧的对段红说 也不见段红起身 他的人就和凳子一起滑出去了三尺远 白痴都知道鱼骨头里面发现的东西不是什么善类 云叶又捞出一条鱼 如法炮制 这次呢 还是从鱼骨头里边取出了一根蓝汪汪的针 两条钢针并还摆在云叶面前 他直直下巴不断的晃脑袋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想出法子 昨晚如果有人想杀自己 八十个云叶都死得硬邦邦的了 为何不这么做呢 什么缘故 如果不想杀人 钢针又怎么解释呢 云侯 这两枚钢针让我带回去 皇宫里的老供父们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也会知道这是谁用的东西 段红小心的对云叶说 如果以前他还把云叶当成一个有运气的人 这一回他算是第一回用平等的口吻 对待面前的这位年轻人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